這時候呢 請你點左下角的箭頭 按上複製 趕快到你的 IG限制動態上面 左下角就會出現這個圖片 你剛剛所複製的圖片 第一種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呢 叫做 立體文字 OK 怎樣的立體文字呢 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打一段文字 叫做Beach 注意這個字要拉長音喔 不要練短音的喔 接著我們再打一次Beach 選一個不同顏色的 把它放大到一樣的大小 把它放上來 就會形成像這樣子的立體文字啦 當然你也可以再輸入一次 然後選擇不一樣的顏色 進行三重的 就是所謂的立體文字 這我要跟大家介紹的叫做 彩虹文字 這個彩虹文字呢 就是可以讓你的文字 變成彩虹的漸進方式 這樣下去 要怎麼用呢 一樣 你要在你的圖片上 打上一串文字 舉例來說我隨便亂打 好 像這樣子 你現在要做的第一個動作呢 唯 先把你所有的文字 製作選選的動作 好 重點來囉 請運用你兩隻手指頭 把我一隻手指頭 放在上面的文字列 下面的手指頭 放在我們的色階上面 形成像這樣子 一隻放在這上面 一隻放在這邊 像這樣子 OK 按下去同時 我們往左滑 有沒有看到 上面跟下面同時都在做變化 這時候呢 它就會形成像 我們的 彩虹的文字啦 有沒有超級酷 像這樣子 第三個叫做 顏色隨著照片上去做變化 我們有時候呢 會需要輸入一些文字 那那個文字呢 你可能會想要做出 跟你照片裡面的 某個顏色 一樣的 顏色 好 聽不懂我在講什麼了對不對 我們就一樣舉字 當為例子 OK 那我們一樣選擇 打一段文字 例如說就是 beach這個字好了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去做 下面去做選擇 我們想要的顏色 好 你也可以呢 酒壓這個色塊 然後去做 你想要的顏色選擇 當然呢 請注意喔 你可以把你的游標 滑出去到圖片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會根據你所選到的顏色 去改變這個文字 好 就很像是會 偵測到它的顏色 然後去 變換它 好 我喜歡這個墨水綠 我就把它放上來 第四個我要教大家的 叫做漸層背景 什麼叫做漸層背景呢 來 注意看喔 如果我在這邊打上一段文字 例如我說 我好餓 好 當然 這就是一個 一般的貼文 對吧 好 怎樣做出一個有漸進式的顏色呢 大家可以利用貼圖 好 往下滑 這邊有無數個我們可以利用的貼圖 大家可以找找看 想要用什麼顏色當作漸層 舉例來說 我想要用綠色當作漸層 好 我們就找一個有關綠色的貼圖 點上來 我們把這張圖片放到最大 把它放在角落 你們就會發現有一種漸層的感覺 會不會就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你的背景是呈現局律局律 的這種背景 好當然呢 你也可以用藍色啊 當然你就是就要找藍色的圖案 那我們就隨便找一個像這樣子 好 一樣把它鏡圖 放到最大 排出你想要的漸層的感覺 好 當然呢 你可以放別張圖片 例如說你想要用紅色 好 一樣把這張圖放到最大 這張圖片呢就會有一種 紅、橙、藍的漸層的感覺啦 再來呢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 隱藏別人的限時動態 我們都知道 有時候我們不想看到這個人的限時動態 可能就是他的PO文 對 我就不再多說了 這時候要怎麼做呢 好 這時候呢 你只要去到你的限時動態的上面那一列 只要用力把那個人點下去 下面會有一個叫做Mute 按下Mute之後呢 可以把它算是靜音吧 就是把這個人的限時動態所關閉掉 點下去呢 他的圖案就會變成了淺灰色的 這時候你就已經看不到他的限時動態 他的限時動態會跑到最後面去 因此如果你想要把他限時動態 再叫回來的時候 滑滑滑滑滑 向左滑滑 滑到最後一個 你就會發現這個圖 然後呢 你再酒壓一下 把它按Mute 這時候他的限時動態就會回來啦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讓別人看不到你的限時動態 去到你想要讓那個人看不到你限時動態的人的主頁上面 接著上面有三個點點點下去 上面屬下來第四個有一個 隱藏你的限時動態 點下去之後 這個人就永遠不會再看到你的限時動態啦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如何要隱藏你自己的上限的動態時間 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去聊天室的話 我們會發現這個人在幾點幾分 或者是說在幾分鐘前也在線上 別人密你然後你都不想回他 但是呢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你現在在看IG 所以呢 你想要把你的Active 也就是上限中呢 把它隱藏掉 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去的右上角的 三條線 然後最下面的設定點進去 接下來呢幫我進入到 Privacy and Security 也就是安全性 點進去之後呢 從上面往下看 看到我們最後一個叫做 Activity Status 也就是你的活動狀態 點下去 當你把這個東西關掉之後 別人就再也看不到你的上限時間啦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把別人的現實動態 轉貼到自己的文章的現實動態裡面 請大家記得 也就是這個人 如果有在他的貼文中 標記你的帳號 你才能把這個現實動態 轉移到你的現實動態上 假設呢 我在我的帳號裡面 標記了我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我就隨便畫啊 好 我就發出去 如果我是那個人 就知道 有個人標記我 我點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去看那個現實動態 你就會發現下面會有一個叫做 Add This To Your Story 也就是把這則的現實動態 加到你的現實動態上面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點下去 然後呢 去做任意的調整 這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轉到你的現實動態啦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非常非常酷的東西 請大家特別要注意哦 這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很厲害的一個招數 就是呢 大家可以利用自己 複製圖片的功能呢 從網路上找一些比較可愛的圖片 貼到你自己的現實動態當中 好 舉例來說 我用這張照片當作範例 當然呢 大家都可以知道去一些 GIF的檔案庫裡面 或是說下面的圖庫 找一些很可愛的圖片 但是呢 你其實也可以從網路上 抓一些你覺得很可愛的圖片 進來放哦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到我們Google 打入 你想要輸入的關鍵字 例如說 你可以輸入Cute Emoji 然後重點是要加上PNG PNG檔呢 是一個去背的檔案 這時候呢 你可以找一下你喜歡的圖片 把它儲存下來 好 我們簡單做個例子 用這張圖片當作範例 會發現後面是 黑白的空格 就是一個去背檔案 這時候呢 請把這張圖片 Save下來 把它存到你的相簿當中 這時候呢 你就會知道在你的相簿當中呢 發現你剛剛儲存的照片 這時候呢 請你點左下角的箭頭 按上複製 趕快到你的 IG線動態上面 左下角就會出現這個圖片 你剛剛所複製的圖片 請要點快一點喔 不然這張圖片可能會消失 再一次 好 出現趕快點下它 這時候它就可以把圖庫抓進來到 你的限時動態裡面去了 非常的酷對吧 好 除了這之外 當然你也可以一次 放很多張照片到你的限時動態 一樣呢 就是進行複製的動作 假設呢 我想要放這張照片到我的限時動態當中 一樣我們按左下角的複製 就是 立刻到限時動態上面 這時候就趕快把它貼上來 就可以進行 放很多張照片的一個動作啦 OK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才會有向上滑的功能呢 就是有看有些限時動態呢 上面然後你經過它的限時動態 你發現下面有一個叫做 你往上滑之後就會把你帶到另外一個介面去 要怎麼用呢 其實這東西呢 有兩個條件必須要達到 第一個條件就是你的IG的粉絲人數 一定要超過一萬追蹤者 而第二個條件比較大家比較少知道的 就是有些人會說 我的IG明明就已經破萬了 為什麼還是沒有那個功能呢 基本上呢 原因是因為你沒有把它轉移到商業模式 要怎麼樣把它轉移到商業模式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點右上角三條線 然後按setting設定 接著你按到帳號的地方 會發現到最下面有一個叫做 切換到商業帳號 點下去之後呢 按繼續 把這些動作都做完 就可以轉移到商業帳號啦